父亲节即将到来,新城乡也在芙蓉饭店办理模范父亲环保志工爸爸继校替楷模的表扬活动 那么乡长和立台呢,则是感谢父亲们为家庭付出的一切,也透过表扬来提前表达对父亲们的质疑 在父亲节的前夕,新城乡公所并且扩大办理模范父亲环保志工爸爸继校替楷模活动 新城乡长和立台为了让大家有个舒适的场地,活动特别办在芙蓉饭店举行,希望大家能够有个快乐的表扬活动 新城乡长和立台表示,父亲们在家付出可以说是相当努力,是大家的支柱 商工所也在节庆节的前夕,来表达对爸爸们的谢意 父亲节的一个表扬意义非常的深演 父亲有如一座山,一座大海,能够包容一切,能够当家庭的一个后辈,一个靠山 所以父亲节的表扬有其特别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父亲节的表扬跟母亲节的表扬都是公所非常非常重视的一项表扬的活动 不只能够作为社会的一个楷模,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父亲,接受表扬的父亲 因为你们的努力,因为你们的付出,让你们的家庭能够得以保障 因为你们的付出,让你的儿女能够成长,让你的家庭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一个家庭 所以父亲节的一个活动,我们要特别来感谢今天所有出席的父亲 接受表扬的父亲,我们用掌声来恭喜他们好不好,谢谢 父亲就像太阳一样,照亮全家 更是子女们最大的靠山 孝顺父母是不能等待的 歌手将会有一首很有名的歌 他其中有一首的内容就是 你如果要幼稚长,不用担好走 世界有北部小的孩子最好名,你们说是不是? 是啦 真的,今年的父亲节秀琳感慨很深 是秀琳第一次没有爸爸陪在身边的父亲节 所以各位可以代替爸爸当我的靠山吗? 可以 就是这个 其实每位父母要的都很简单 就是希望我们子女都身体健康,平安,快乐长大 今天这个是我们新城乡,109年这个表扬父亲节 以及我们的校地楷模,还有环保志工 我们这三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乡长来的用心,来到我们五星级活动观点来办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新城乡长和立台,新城乡长代表会主席陈秀琳 现眼处光明,新城乡长代表邓可平 富伟豪、田津峰、林胜智、梁玉华、各村村长 部落事务组长和家长们共同来为父亲节欢庆 新城乡长和立台也一一表扬模范父亲 环保志工爸爸和肖蒂凯模,来肯定他们的付出 同时也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记得继续华小伙伴到